杭州拱树区的金华南路上有一家先锋水果店 跟小费碰面之前 记者到这家店买了一盒小番茄 十付金额12.96元 店员给了小票 上面标明商品单价重量和总价 小费说她是先锋水果的会员 这家店之前来过好几次 他们会提示让我们登陆会员 我就会登一下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买的比较 单价比较低就不会登陆 之前每次买完单你会要小票吗 基本上都是会给的 8月17号晚上 小费和朋友到店里买了半个西瓜和一个桃子 转账记录显示 她先付了77.59元 小费说这次买单 没有用自己的会员账号 然后她跟我们说 那个西瓜是9块8一斤 然后这样的话 一斤的话 那就大概是一瓶矿泉水的重量 因为我自己拿着西瓜去结账的 然后她说桃子是十几块钱 因为我们付了77块钱 我就觉得那桃子算17块钱 那西瓜怎么估摸着也得6斤吧 但是我们也感觉手很重 我们觉得不合理 就想向她问一下有没有小票 但是那个时候店员在帮我们处理那个西瓜 她又说处理好给我们再看 小费说那位店员接下来是这样操作的 把我们的桃子算成西瓜的价格了 然后她又说那个西瓜 我们登陆会员的话 西瓜本来从9块8一斤变成8块8一斤 可以便宜点 然后我们就登了会员重新支付 那因为桃子还没吃还没切就给我们重新撑了一下桃子 所以我们后面第二次支付了是35块钱 然后也把第一次支付的钱退给我了 她第二次结账上拿了她上一次拿小票 她说3.2斤 桃子单价是多少重量是多少西瓜单价是多少重量是多少 也没有讲 那她怎么给你算出来呢 因为西瓜已经切快了 然后从前面跪下前面随意拿了两盒山竹 说3.2斤压了一下衬 转章记录显示 小费第二次付款的金额是35.11元 她也收到了先锋水果77.59元的退款 小费说当时拎着西瓜和桃子离开了 回家之后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就是她从头到尾都没给我小票 没有我的消费凭证 就感觉她的定价权在她手上 而且重量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小费觉得半个西瓜和一个桃子到底要多少钱 重量和单价各自是多少 店里应该给出清晰的报价 这家先锋水果的店长查询了8月17号晚上 小费的两次消费记录 第一次77.59元包含了3斤多的西瓜和3斤多的网文瓜 那这个网文瓜它是不是出错了 也就是这个当时他可能就是把这个桃子打成这个 重量的话应该重量和重量它是一样的嘛 重量的 对 而且把西瓜重量都给外面可能弄到桃子了 那么他第二次那个师傅的能查得出来吗 它怎么是李子 那个单价是 店长表示 小费第二次消费35.1亿元 记录里有西瓜和一个7块多的李子 李子和桃子的单价都是一斤12块多 具体情况公司会有专人接受采访 小费觉得如果当时店员把两张小票都开出来 把相关情况解释清楚 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多疑问了 你感觉这个情况 稍后我们这边反馈门店这边核实一下 是什么情况 那这个序上您说小票这个问题 店员这边肯定是要主动给到客户的 如果说这个门店确实有存在于说 没有把小票主动给到客户的行为 那么公司也会对于门店 按照内部的供业章制度去进行处理的 小费后来反馈先锋水果方面联系了他 并给出四条解决措施 一是对员工进行重新培训 二是对这家门店按照内部条例做出处罚 三是对旗下的门店都进行教育 交员工主动提供小票 四是按照消费金额进行十倍赔偿 小费已经收到了350亿元赔偿 腰宝黄剑记者报道